快看这条残破的鳄鱼 不仅浑身被咬破 而且还有眼睛直接裸露在外 而这一切都是是巨型鳄鱼造成的 并不是这俩人虐待动物 而他们是美国著名的沼泽猎人 这是世界上最赚钱的职业之一 每年只需要工作一个月 赚取的工资就可以高达几百万 而这么赚钱的行业 也吸引来了众多人 由于路易斯安纳州的短稳鳄泛滥 政府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每年都会开放一个月的捕猎记 在这期间猎人们只要有指标 就可以合法捕杀短稳鳄赚钱 随着捕猎记最后一段时间的到来 天空升起了一轮圆月 此时的特洛伊和泡菜 在天还没全亮时 就准备出发填写标签 这时泡菜向特洛伊问出了一个问题 圆月会对鳄鱼有影响吗 而得到的答案是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凶性 在行驶了一段时间后 两人终于到达了第一个陷阱处 泡菜立马就上前拉鳄鱼 也许是还在圆月 鳄鱼的反抗要比平常激烈 在成功将其击杀后 两人合理将其拉上船 特洛伊也在这时发现 这条鳄鱼残缺不堪 这让特洛伊十分担心 这轮满月会引出一条怪物 要知道鳄鱼可是食肉动物 并且再加上鳄鱼的本性 那将对这片水域的小鳄鱼 带来灭顶之灾 当太阳完全升起时 这时的拉伦和猪排 则开始了追捕 可以打破赛季纪录的鳄鱼 为此他们在满月时 就设下了40处陷阱 抓捕那些被满月吸引出来的巨鳄 对此两人充满了信心 并认为会有98%的可能有鳄鱼咬钩 可在看见第一处陷阱时 打脸的来了 那个大鸡腿都已经快变成鸡肉干了 猪排连忙就将鸡腿放进水中 因为他们知道鳄鱼不会需要这种味 这时猪排要来了一袋冰棍 竟然想将其绑在鸡腿上面 虽然这样冰棍化了会滴在鸡腿上 但鳄鱼并不一定会对 这满是添加剂的东西感兴趣吧 猪排在将冰棍绑好后 便先前往了下一个地点 而在另一边的丹尼尔 也接上了自己的副手多利安 两人也打算趁着圆圆 前往一个传奇水域 那就是名叫红岩沼泽 而这一片水域名字的由来 是因为当你用光照射鳄鱼 他的眼睛就会散发红光 而且在那片水域中还有一条巨鳄 还在专门为其写了一个名字三个叉 为此两人在昨天 就一直在红岩沼泽设置陷阱 在经过一个小时的路程 两人到了第一个陷阱 可却感觉这处陷阱有些不对劲 在靠近后多利安一拉 果然这条鳄鱼被咬死了 而且他的眼睛突出 两人当即就明白三个叉出现了 而在另一边的阿什利和安娜 也希望趁着圆圆的影响 能抓到一条大鳄鱼 甚至为了抓到巨鳄 阿什利娜除了自己那珍贵的笔记本 也借此在不少地方设置了陷阱 不一会就看见了一处陷阱 在靠近后安娜便去勾绳子 直接就将其拉出了水面 两人为此花费了大量力气抓他 可在拉上船后 发现这只鳄鱼只有7英尺 这让两人感到十分的失望和困惑 而且阿什利为了抓大鳄鱼 专门将诱饵放在高处 可为啥会被小鳄鱼咬到 这让阿什利感到十分不对劲 与此同时特洛伊和泡菜 也正好来到了一处陷阱 在靠近后特洛伊直接伸手下水拉 可是这条鳄鱼竟然死了 但两人也毫无办法 只能将其拉上了船 不过在两人的观察下 发现这片水域的鳄鱼基本上都死了 而且还都是同一只鳄鱼做的 为此特洛伊专门起了个名字狼人鳄 好在这个陷阱中的鳄鱼还活着 泡菜一拉就将鳄鱼拉出了水面 在将鳄鱼拉出水面后 发现这条鳄鱼仅有8英尺 这并不是特洛伊想要的鳄鱼 他想要抓到那只狼人鳄 不然这条鳄鱼将会在未来时间里 就会不断地咬死其他鳄鱼 而在另一边的拉伦和猪排 在猪排用了冰棍保持水分后 拉伦对此想法十分疑惑 不一会两人就看到了鸡腿 还有上面那早已低完的棍子 但周围没有一只鳄鱼 对此两人只好前往下一个陷阱 而这个陷阱也用了冰棍 不一会两人就到了陷阱处 在靠近后拉伦便拿起了枪 猪排也抓着绳子一拉 拉伦直接就将鳄鱼拉上船 而这一条六英尺的鳄鱼 是用冰棍钓到的第一条短纹鳄 虽然这是今天上船的第一只鳄鱼 但拉伦对此并不满意 只感觉这是在浪费冰棍 而在另一边的丹尼尔和多利安 还在追寻13英尺的三个叉 为此丹尼尔不断地想办法制取三个叉 这时正好看见岸边的踪迹 而在那里的种种迹象 都表明三个叉刚刚来过 在离开后发现水面上有只鳄鱼 两人立马就认为 那就是三个叉 多利安便拿起了三角钩 在靠近后多利安便抛出了钩子 可低钩却空了 连忙就再次抛出一钩 但这次成功钩中 可没一会就被其正脱开了 甚至还将钩子扯断了一根 丹尼尔现在更加确定了 这条鳄鱼就是三个叉 虽然它成功地跑掉了 但这并不能打击到两人的心 而在另一边的阿什利和安娜 两人到目前为之指 抓到了两只小鳄鱼 阿什利在看过几个陷阱后 才终于发现抓不到大鳄鱼的问题 那就是水位上涨了很多 导致诱饵靠近水面 甚至还有些已经进入水中 这里阿什利十分难受 才刚刚度过水位过低 这又出现的满月 导致影响到地球的潮汐 直接让水位开始疯狂上涨 为此两人只好重新调整陷阱 而这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错过了很多因满月出现的鳄鱼 与此同时特洛伊和泡菜 仍然在追捕狼人鳄 而且满月也让其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 很快两人就发现了一个陷阱 泡菜直接就将鳄鱼拉出了水面 虽然这条鳄鱼比较大 但还不足以大到开始撕咬同类 两人直接就将鳄鱼拉上船 特洛伊在插上标签 两人便向着下一目标前进 而在另一边的拉伦和猪排 还是希望可以通过冰棍抓到巨鳄 虽然拉伦还是对此保持怀疑 但猪排还是十分自信 很快两人再次来到一处冰棍陷阱 而且还有鳄鱼上钩 拉伦在江船停下后 猪排直接将鳄鱼拉出了水面 再将这条早已死去的鳄鱼拉上船 发现这只竟然只有这八英尺 虽然不是很大 但还是距离打破纪录越来越近 而再次通过冰棍陷阱抓到的鳄鱼 也让拉伦开始认同猪排的方法 而在另一边的丹尼尔和多利安 还在寻找三个叉 虽然一直没有踪迹 但好在每一条线都有鳄鱼 可在前往下一个陷阱后 发现这个陷阱好像不太对劲 在靠近后发现这条鳄鱼 竟然想要依靠木桩磨断绳子 多利安见此立马就将绳子拉起 把鳄鱼控制在水面上 在成功击杀这条十英尺的鳄鱼后 两人脸上有些失望 因为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目标 即使船上已经有了很多鳄鱼 但这并不能令丹尼尔满足 而在另一边的阿什利和安娜 在将所有的陷阱重新调整后 希望现在的幼儿可以抓到大鳄鱼 而不是那些小鳄鱼 很快两人就看到了 一根正在左右摇摆的线 在靠近后安娜抓起绳子就开始拉 显然鳄鱼可不想就这样被拉走 不断地在水中翻滚 但还是被阿什利找到了机会 直接就被送去见了上帝 看着这条即将被拉上船的鳄鱼 两人十分的兴奋 而这条有着九英尺的鳄鱼上船 也代表着调整过后的线路正在起作用 与此同时的特洛伊和泡菜 在花飞了一整天寻找狼人鳄后 决定先休息一下 特洛伊在江船停在岸边后 两人就开始了吃饭回复体力 虽然不知道吃的是啥 但两人吃得非常快 显然这是一份不错的美食 但两人还是剩下了一个鸡翅 并决定将其留用作诱饵 而在另一边的拉伦和猪排 也还在追寻那只可以打破纪录的鱼 即使现在船上已经有了不少鳄鱼 很快两人又看见有货的陷阱 猪排直接就用杆子将其勾了出来 看着这条有着十英尺的鳄鱼 知道冰棍计划是完全可行的 虽然没有抓到打破纪录的鳄鱼 但通过几美元的冰棍 换来了满船的鳄鱼 还是令两人十分的开心 镜头转到丹尼尔和多利安 两人还在努力寻找三个叉的踪迹 这时发现前方水面上有着一只鳄鱼 而且还十分的巨大 见此丹尼尔连忙抛出鱼线并往回拉 可却直接被鳄鱼扯断 这令丹尼尔十分气愤 可却对此结果毫无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抓住三个叉的机会越来越少 而在另一边的特洛伊和泡菜 这边水域中的鳄鱼依然非常活跃 这令特洛伊气开心有难受 很快两人就靠近了一处陷阱 并且这条线还非常的紧绷 泡菜再将绳子勾来后 发现这条鳄鱼十分沉重且力气大 在给这条巨鳄绑上绳子后 两人只将他的上半身拉上船 在那另一半的时候差点拉不动 而捕获到这条狼人鳄 也代表着这个满月带来的影响 基本上到此结束了 虽然这条鳄鱼浪费了两人大量时间 但在解决这个麻烦后 两人不再需要担心其他鳄鱼被咬 而在另一边的安娜和阿什利 觉得自己在前面的判断失误了 于是两人就在那里不断地商讨 可却谁要说不服谁 最后两人直接对之道笑了 与此同时丹尼尔和多利安 已经抓了满船的鳄鱼 但仍然没有找到三个叉 可现在所有的陷阱都查看过了 这时多利安看见前方有只鳄鱼 可这里并没有布置陷阱 只能依靠鱼轮线和三角钩 在靠近后丹尼尔立马就确定 这只鳄鱼就是三个叉 多利安立即就抛出了三角钩 然后多利安缓缓拉动 再抓到后猛烈往回拉 看着这条巨大的鳄鱼 两人一时间有些恍惚 竟然将这条猪竹多年的鳄鱼 在这一次成功将其拉上了船 丹尼尔内心充满了自豪感 而这种自豪感比下棋赢了还要多 而在另一边的安娜和阿什利 在重新将线挂好后 至今还没有获得一只巨鳄 只能不断地查看陷阱 这时看见了前方有条紧绷的线 在靠近后安娜就开始拉扯鳄鱼 而这条鳄鱼一处水面就开始翻滚 可才翻一下就重新潜入了水中 就是不给阿什利机会 但好在安娜重新将其拉出水面 见到机会阿什利直接就开了枪 在击杀后就开始往船上拉 而这条11英尺的鳄鱼 也代表今天完美的结束 而在另一边的收购商处 这里汇聚了大量的鳄鱼猎手 而拉伦也收获了满船的鳄鱼 并且平均有着9英尺 虽然没有抓到希望的鳄鱼 但也打破了一项记录 那就是有史以来最小的鳄鱼 这可真是令人感觉尴尬呀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点个赞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精彩节目吧